文学馆门内,杜楚客捧着一张脸,看着外头闹哄哄的景象,听见身后脚步声,一扭头就瞧见了从侧门赶过来的刑部尚书高志贤。 已是长孙皇后的表兄长孙贤的公爹。 高兄。 杜楚客一依又皱眉看向外头。 连你都惊扰了,且看看怎么退去这些渔民吧。 杜兄。 高志贤让高子健立在后头,自己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边,没答他话。 听闻了一阵外头的情景,摇头道。 索星这案子今儿就能结了,不然呢,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 杜楚客听了一愣,扭头道。 你说什么?什么今日能结了?案子不是还没破吗? 哦,高志贤欠然一笑,抬手拍了拍,略正褶皱的额头。 我竟忘了知会你一声。 杜兄有所不知。 昨日早朝时候,皇上召见我,下了手遇,领我今日结案。 杜楚客一下傻眼了,难以置信地拔高了声音。 这,这怎么,案子还没查清,怎么去解呀? 高志贤拢着袖子,看着门外人缝里几个哭倒在地上的妇人,缓缓道。 杜兄,事已至此,再拖延下去又有何意啊? 人是怎么死的,你我心中都有数。 修书是好,求名求利,人之常情。 可是太过急躁,终究是要出大事的。 高志贤拢着袖子,抢在杜楚客变脸之前,回头换上了一副莫可奈何的表情,压低了声音。 更何况,这是皇上的意思。 听这明白话,杜楚客心口陡然一凉,面色隐隐地甚白。 想着宫里那桩未了的案子,一时惊疑,这是不是已经查出了什么? 难道,真是魏王派人席的齐王? 越想越怕,他又抬头看一眼气定神贤的高志贤,没再多留,打了主意要进宫去探探虚实。 便招来不远处观望的齐征,交头吩咐了几句,便同高志贤告辞,从侧门离开了。 也巧,他刚走没多久,一遇就到了。 魏王妃道! 公共场合里给贵人开道的仕仆总是要喊上这么一句。 众人扭头点脚地看去,就见两排子穿着靓甲的王府侍卫,持着枪矛开道,刷刷跑到了门前。 没多下就在人海里腾出了一条两人并行的道路。 为首的一个月山带群织壁挂,乐游捎凤头簪的娇俏小女子,带几个仆下从中间行过。 看着来人,被挤开的人群中嘈杂声一净又起,哇呀呀更甚方才。 可这走在当头的家人却是面无表情,目不斜视地跨进了文学馆的大门。 高尚说。 一月是一路听着那诋毁李太化和不管不顾的哭嚎声,脸上淡淡的枝坟,掩住他眼圈的轻痕,却掩不住他心底的火气。 默念了几遍冷静才同门内人照面,压根没注意不远处的高子健正在冷眼扫他。 高志贤上下一打量这前阵子害得他高加颜面扫地的小丫头,冲他一回礼。 一月余光瞄见了齐征偷偷偷同他打手势,就同高志贤敷衍了两句,同齐征到了一旁说话。 如何? 一月问道。 齐征似乎有些着急,眼神瞟着四周,低头快速说了一会儿话,在一月思索之时又赶紧道。 杜大人让我给您带话,皇上今日早朝有遇,要刑部今日解案,他进宫去求旨宽限时日,请您镇着这场面, 别让刑部收了爱,等他回来,当务之急便是尽快破案。 王妃,您可是查出来了。 一月先宜后惊,他天生就比别人多几道心思,四季前天在宫中和李太一谈。 这般那般想来,便是猜到李世民也许不会拿李佑的案子,将李太一坠身骨。 竟是要借着大叔楼的案子打压李太。 背后冷汗虚下,果真如此,那他该如何是好? 这案子到底要不要查? 查,就是逆着皇帝的心思,没准以后会更惨呢,可不查,就毁了李太心血,让他蒙受这不白之冤,遭人唾骂。 王妃,王妃,您身体可是不舒服。 其中见他脸色不好,赶忙问道。 我没事儿,你…… 一遇话还没说完,就听见门外声浪呼的拔高。 夹杂着尖声哭喊,两人相视一眼,掉头就往门外走。 可不能让百姓闯了进来,若是有人趁乱插科打魂,破坏了案发现场,抬走尸体,那还查什么差? 哎,打死人了,出人命了,官差杀人了。 几冲把手外,人群钱空出了一小片地,地上躺倒一个缠寿的少年,不知是死是活。 一名投果肃金的妇人跪下,把她抱在怀里,不住地哭喊。 这可比是一块巨石砸入了水面。 众人回过味儿,仗着人多胆壮,哗得一下便往前涌来。 最前面的变成了一群义愤填膺的文人,义正言辞地替中间那群死者家眷讨要公道。 那群家眷不要公道,只是乌乌哇哇地要还尸首,后头是吵吵嚷嚷,议论纷纷的百姓。 为求真相,求尽官,死命地往前挤。 挤出哀嚎,也不管是谁踩了谁的脚,谁碰了谁的头,谁摸了谁的钱袋,而前头那对要死要活的母子,却悄悄地在人群中走离了。 那些个官差刚被那哭丧的妇人吓了一跳,不敢再强行阻拦,眨眼的功夫,就被人潮推后了一丈远,快要让他们出到门口去。 几个劝诫的官员惊得连连后退到了门内。 高志贤皱了下眉,就对随行的侍卫点了下头,便听一声高亢的嗓门力压群众,直接传到了隔壁街上去。 刑部尚书高大人在死,谁敢放肆。 百姓不多见大官,也不了解朝政,但尚书还是知道的。 且刑部尚书,这种掌管刑事的高官,最让人心里怕福。 一听着吼声,往前推进的大部队,很快便停止住。 本官乃刑部尚书。 高志贤皱背着手走到人前,站在台阶上,能让对面街墙下的人,都能看见他的人影。 诸位冷静,大树楼一夜二十八条人命,结为猝死,并非凶杀,暗将定结。 这就请家眷入内,认领亡人,还请吴官人士速速离去。 结案了。 众人一愣,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,便听一声高鹤。 高善说不可,此案尚未查清,怎能草草结案。 高志贤侧身看着沉着脸走进他的遗欲,就从袖中掏出了一方黄眷手蕁举起,板着脸道。 皇上遇旨在此,则令下官今日结案,此案刑不宜有查证,为王妃阻拦,是想抗旨不成。 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,一愈低头连道不敢,又伸出两手道。 事关文学馆生育,赶请一跃圣育。 高志贤摸了下唇边的胡子,就大大方方地将那黄眷放在了他手上。 一欲打开看吧,一皱眉又松开,抬头道。 若我没有记差,心律中断篇有一则定约,日暗起于尘,落于游。 这还未到有时您便结案,恐怕余理不合吧。 高志贤眼中金光一闪,看得他心里微微生出些不自在,才道。 想不到王妃竟也精通绿则。 稍有涉猎。 一欲捏着皇帝手玉,不及奉还。 压下那点不自在,定了定心神,回视这位列三品的朝臣大员,道。 经我所查,死者一众非是正常猝死,乃是毒害。 还请大人献在开堂审礼,容我代为解疑。 也许逆着皇帝的意思,以后会更惨,但是他眼睁睁瞧着李太被这般打压,让那些人命冤死,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 莫不是高某听错,为王妃要审此案? 不等一欲回答,他便又不嫌不淡地去道。 属高某不能奉陪,这刑部的案子还轮不到王妃来管。 这话说得直白,就是在积他自不量力。 一欲并不意外,他很清楚听命协助查办的杜楚克不在跟前。 他一个王妃位分士高,但没有预止胜意,如何也管不到刑部的案件。 刚才那么一说,也只是想试探他。 看看外面进不了多久的人群,一欲面露极色。 又看了看眼前一副不合作态度的高志贤,僵着脸道。 那还请高大人依法行事,不到有时不可解案。 高志贤沉默下来,就在一欲等得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,才抬手指着外头骚动声又渐渐响起的人群道。 高某是会依法行事,只是这民情愤愤,再拖下去,空惹大乱哪。 你若是能安抚众人,等到有时结案,未尝不可。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 一欲见他松口,将黄娟双手递还,转身面向外面开始推扫的人群,朝前一步站出来,吸了口长气环扫众人。 养声道,诸位还请静下,听我一劝。 他顿了顿,等人声小一点,没理会那几只尖嗓门的跳蚤,继续道。 大书楼二十八条人命一夜深死,实乃痛事。 人是在文学馆出的事,文学馆是必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 说得好听,人都是被你们害死了,还有什么交代,又赔不了我们人命,快把我大哥失手还来,让他入土为安。 也好过待在这烟渣之地。 这几载人前嚷嚷的是个二十出头的男人,一手护着老母,一手拳头扬得高高的哑声呼道。 迎来一片轰轰硬城,一下子就将一欲的声音盖了过去,声势颇有些害人。 文学馆这边动静,各路人马已有耳闻,纷纷踏志来看热闹,有几个是不得不提的。 比方说,骑着马立在一棵树下,一脸担忧的程小凤。 比方说,他身边不远处的一辆马车上坐的三人。 呵呵,还真是热闹得很呢,好戏连连呀。 李元昌从对面车窗看望外头,道,没想老四这口子还是个胆大丹事儿的。 哎,你说,那么些人围着他,竟也不怕。 李元家坐在他对面,将闪烁的目光从窗外收回,低头把玩着腰上的配环。 你怎知他不怕? 呵呵,家哥哥不知,这位王妃的胆子可大呢。 长孙熙放下窗帘,扭头对着两人,调皮地吐了吐粉艳艳的小舌头。 希儿胆小,是不敢这般抛头露面的。 李元昌看着他,眼神微暗,哈哈一笑,爱莲地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顶,道, 哼,你自当比他娇贵得多。 奇叔笑话希儿呢,希儿怎么同王妃比。 长孙熙换换脑袋。 你,他是什么出身,如何同你比。 李元昌结了兄长的话,抬头对着长孙熙,轻轻一笑,眉眼温矮,惹得他脸烧红。 又扭头去将帘子打起来,李元昌条条眉毛,没有言语,三个人继续往外瞧。 卫王呢,怎么不叫卫王出来解释,他害死这么多条人命,你一个妇人能做甚主。 这文人说话,因多有功名在身,可不像平常百姓口上遮拦。 看着下面人头攒动,个个凶向,若说不害怕这群人暴动,那是假话。 就是前面挡着一群护卫,也禁不住距异。 一遇目光同那个护着老妇的男子一接,他勉强露出了善脸。 又朝前走近一线,好声道, 这位公子,你先别急,我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,我祖父曾客居扬州,敢问你祖上何处。 那人稍意犹疑,不慎情愿地答道,福州。 是福州啊,一遇点头,那你是何时办了京城的? 那人愣了一下,红着眼睛道,去年! 一遇又是点点头,看着附近因不解其问而静下的人群,伸着手指了南边。 你府上现可是居住在城南的昌明房东街? 是,是啊。 啊,那就对了。 一遇后退开一步,手一指周围,面色柔和地高声道, 死者献在这里的家眷,可有同这位来领师的公子一样,是近年才迁到长安。 现住在昌明房东街的,还请抬个手,叫我看一看。 没人动,数百人里,半赏都没有一只手举起来。 一跃暗暗冷笑,后退了几步,重新上了台阶,微微低头,盯着安静许多的众人。 心疼还在宫里紧闭那人,脸上带着几分潮色,声音不红凉,可却尖锐非常。 众人皆知,滚学馆广收寒门志士,但凡虚心向学,又有品行的学生,皆有机会入馆。 享月凤免食宿,更有甚者,近年参与修编昆元路而不愿返乡等人。 王爷亮起秦号,自掏腰包,在京中买下一片普通住宅,供这些人家眷千户入籍,可谓是煞费苦心,等待书成之后,也叫他们明录古卷。 有言道,知欲之恩彼再生,纵使马畜也晓亲善伯乐,又有农夫与蛇,皆依暖被其所毒咬。 而今,文学馆出世,王爷遭人构陷,北乌说是浩大喜功之徒,可笑,可怜。 你等却也信着惠语,不住不屑他,反来争相辱他生育,连承认他宽厚于你们都不敢,不是比马畜不如,同蛇一般冷血无情吗? 一通斥责,言莫声色,燃下鸦雀无声,似是整条街上的人都被他字字句句里的寒心,冻僵在这热辣辣的日头下。 不知时过反几,谁先带头,人群里有人高高举起了手,扯着嗓子喊道,我,我住在长明房东间,我不相信那些通疮是王爷害死的。 这一声方落,乌鸦鸦的人群里,一只只手臂高高举起,误然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叫喊声,似要镇破人的耳末。 我家也住在长明房东间,我以为那些人死,通王爷无干。 王爷怎么会是浩大习功之人,我不信。 我也不信。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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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先前那个被儿子护住的老妇人,一把推开她,跌跌撞撞地向前,碰着胸口,对着一欲哭哭道。 风年大老,我儿连年考据不中,若非王爷后代,我家一家老小,是要饿死在那南地里了。 我儿常说,王爷带我们恩重如山,就要拿他命抵了,也不为过。 这十手啊,老婆子不领了,一定要查出来,是什么人陷害王爷,害死我儿。 此时,人生沸沸,却是一改风向,游来两断。 看着这一张张张红的脸孔,一遇的心渐渐又热乎了起来。 老妇人快快请起。 她拨开侍卫,缠扶住那要下跪的妇人,紧紧握住她手,鼻音重重道。 您俩人家放心,那些被害的二十八条人命,王爷同我定不让他们含冤而死。 哼,又是她坏事。 看着那群同仇敌忾的渔民,李克眼里酝酿着一团怒气,将手中的杯子摔回到桌边上。 沈曼云连忙去抚她的胸口,柔声道。 主子别气,她再是能鼓缩人心,这案子今日也得结了。 文学馆不可能总进着,他们查不出证据,那些人命就还得是魏王背着呀。 对,逃不了她。 李克心情稍好,伸手还住她的腰背,低头叼住了她嘴唇,发泄一般啃咬了起来。 而另一辆马车上看戏的三人,却是敬了好半赏才有人开口。 哼哼,这位王妃有点意思。 李元昌轻拍着膝盖道。 李元家放下腰上的玉佩环,接过了长孙熙递来的茶水,慢饮了一口,春艳遮去了某种神采。 这等聪明的女人倒真是少见。 长孙熙端着茶壶的小手一抖,扭头看着窗外那远远不慎清晰的人影,暗暗咬紧了舌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